今天做一个影片就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除了之前你们看过我们有的宠物 然后这一个我们是叫Isobot 这个有一些人拿来当宠物 然后它也是另外一种有功能的那个宠物来的 就是我们养建都啊 它不单只可以帮助那些生态钢清洁那些分辨啊 宠物的分辨 甚至有一些昆虫 我们喂食吃剩下的昆虫的尸体 它们都可以帮它化解 然后这个是主要生态钢一定要有的东西 它也是建都我的其中一个食物 然后你们看到了这个品种的Isobot的话 它是我们本地品种也可以找得到的 它的分别就在如果你是拿野外的 就怕会有一些寄生虫的问题啦 还有就是它不能够适应人工饲养的环境 因为我们毕竟把它养在那个生态钢里面 然后会大量的死亡 如果是这样这种人工繁殖的后代的话 它的适应人工饲养的情况就比较好一些 然后也不用去担心一些那种寄生虫啊的问题 然后除了这一类型其实我们还是有非常多款式的那些Isobot的 然后有一些人是专他们在饰养这些东西 也是他们的宠物的其中一种来的 包括像这类型的 它的颜色也会比较漂亮 但是就饰养的难度会比较高一些 所以它也有比较大只的比较小只的 它们简单来讲是一种功能的宠物 也可以是一种欣赏的宠物 记得关注我们让你更有智慧养虫 感谢观看